有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在新训的时候跟同侪发生了摩擦 竟然就存有朋友在肯兴会的时候 拿着球棒在军营的大门口聚众叫嚣 直到警方到场才将闹事的人给劝走 而在同一个时间另外一名新兵也疑似因为被流营而想不开 又加上遭到了家人的责骂竟然在军中上吊轻声 这名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拿着球棒在军营门口外对着里面叫嚣 这么嚣张又夸张的行为竟然只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在新训时 和里面的林兵发生摩擦 而为了害怕事情扩大 营区连忙找来警方才将这群人带走 门口才刚演完一场闹剧 没想到同时间营区又发生纠纷 一名新兵在新训时和朋友发生争执 导致他必须在营区中度过难得假期 这名新兵就疑似因为一时想不开 竟然在军营里上吊轻声 在会客的时候他来跟他会客的朋友 跟他的另外一位弟兄口角的发生 父亲希望他留在营区由部队来管教 这样的事情我们深表遗憾 对于一天之中连续发生两起军机案件 军方坦诚疏失强调会加强管理 而原本该戒备森严的营区竟然被这样聚众闹事 而警方也表示自从学运后聚众闹事案件大增 希望民众遇到纠纷时要冷静处理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犯下大错 记者吴立安邱正敏苗栗报道